一般朋友的話都不太回來 好朋友牽手我覺得在合理範圍內 我覺得水瓶座不太相信日久生情這件事情 嗨哈囉 嗨 我今天呢就是星座男化妝 所以你一邊化妝 然後我們會有一些網友說 直接問你想問 對好首先化妝內部我們先保養 保養是 這個 這個 好第一個問題就問你喔 對於水瓶座很多人說水瓶座很怪 你承認嗎 蠻怪的啦很多人說我們像外星人 所以如果人家說你很怪 很特別啊我覺得 就是想要跟別人用 嗯 那你現在用的這個是精華液 精華液 我覺得我們蠻需要自己的空間欸可以讓自己好好沉澱 我平常不太回手機 嗯 我比較喜歡見面在講欸手機感覺好像沒有溫度 很重要的我才回不然一般朋友的話我不太回來 一般朋友的話我不太回來 女朋友也不回來 對 女朋友也不回來 女朋友會的會 但朋友我不太會 是不是很怪 呵呵呵 底妝是這兩個嗎 對兩個 那是兩個色號 喔 那你覺得水瓶座對愛情的表達方式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會喜歡比較特別一點的方式 對有曾經很多的就是網友們採控的經驗是他一直覺得水瓶座水瓶男在那暧昧 是大家都以為 大家是可能會有嚇過大戰 沒想到隔一天呢這個水瓶座就跟他說他已經交女朋友了他就是比較傻眼 好糟糕的男生喔 那你覺得跟女生的好朋友的程度第一最高的嗎 欸跟女生好朋友 呃 好朋友牽手我覺得 在合理範圍內啦 你可以跟女生好朋友牽手 但是你不想跟他一樣的關係 看對方意願呢 你喜歡跟女生搞曖昧嗎 我比較喜歡認真一點 不太喜歡跟太多人曖昧了 好累喔 嗯 好朋友牽手我覺得 在合理範圍內啦 看對方意願啊 對我來說第一眼很重要 第一眼就可以就大概就決定了會不會有可能跟這個人在一起 或這個人 有沒有機會 所以你就是第一眼決定要不要回這個人一起 我蠻像是第一眼決定的人 我覺得水瓶座不太相信日久生情這件事情 自戀嗎 我覺得 在乎外表是一種禮貌 比較不鳥人啦 會有會有這樣的感覺 我愛自己世界 但講起來好糟喔 但 呵呵呵呵 你把對方甩了之後你會 就是怎麼樣讓他感受受到好一點 我這方面處理得很糟 你是會直接教室的那種人嗎 對 對 那你為什麼跟人家說清楚 不忍心啊就是 不是你知道你知道 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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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會畫眉毛耶 那因為沒關係 因為裡面就是有眉卡 你可以對著你的眉型 然後稍微回憋一下 眉毛比較粗一點 這邊 這個吧 通常會喜歡理想型的 是怎麼樣的 水瓶座理想型的 我覺得要跟他頻率能夠對到 感覺興趣要一樣會比較好 那你是算是外貌協會嗎 我還蠻外貌協會的 這是護唇膏 這是護唇膏喔 差不多 喔這是有顏色的 我們想像力豐富 我們幽默 我會給你意想不到的驚喜 那你現在可以給大家一個 不想不到的驚喜 等一下 一句話 你想要一句話怎麼總結水瓶座 水瓶座 我記掰 我就